有人说下届全国大选的主战场是在网络上面 因为只有网络才能突破主流媒体的枷锁 让我们这些选民看到更贴近真实的一面 所以无论在朝在野都积极的在网络上跟云备战 还要教育民众怎么分辨在网络世界的真真假假 我们的记者庄文杰还有刘继华 今天下午在巫统大厦就参与了一场论坛 由巫统资讯科技主主任阿末马斯兰 亲自搬出了一套理论 教你怎么看透网络世界的花花世界 林军巫统网络兵团的阿末马兹兰 他教大家在网络上看新闻听消息的时候 应该要用脑来思考 要不然大家恐怕会被这些讯息 给误导了 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这样的一番话 真的是这样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阿末马兹兰他就颁出了一套纳粹的宣传准则 他说一个谎言要是他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话 就有人会相信他是真的 是一个真理了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因为实际的状况是 那到底要怎么样判断真假呢 阿末马兹兰就教大家 你可以参考亲吴统的相关网站 还端出反对党的事迹加以抨击 从合成的假照片假推文 甚至阿末马兹兰还搬出他 红遍全国没有GST的炒饭这件事 来自嘲喊怨一番了 阿末马兹兰说 为了教育民众有关于网络媒体的素养 巫统已经在全国各区部 每一个区部至少部署了40名的网络兵 来抵御外界对于巫统的网络指控 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为大选铺路呢 我每个人都做了